9月26日,在主题为北京探案的北京汽车,2020年北京国际车展新闻发布会上,代表未来北京汽车设计方向的北京Radiance干电车全球首发,北京汽车旗下首款插电是混合动力车型北京XGPHEV首次亮相。 北京汽车三世代的设计理念,在概念车北京Vegins上得到了全新诠释,它是一款全电动高级旗舰轿车,它在L4级自动驾驶技术每次充电可行驶800公里。 同台首秀的还有北京汽车三世代首款插电是混合动力版车型北京XGPHEV,该车是北京汽车全面电动化战略下,多种电动化路线并行发展的起点,也是BMFA模仿架构下的首款混合动力车型。 作为北京X7产品序列的新成员,北京XGPHEV延续了纯粹空间,纯粹设计,纯粹科技,纯粹安全的核心优势。 在此基础上,针对性解决了目标人群在用车场景中的痛点。 汽车车纯粘续航达83千米,综合续航达1063千米,既可解决燃油车限号无法出行的通勤烦恼,也打消了用户的旅程焦虑。 这个时代不在我们背后,乃在我们面前,不在过去,乃在将来。 在发布会现场,北京汽车总裁陈洪良在致辞中成为有力的讲道北京Town,大幕开启。 让我们共同见证北京汽车的月升。